这是中国历史上最精彩,也是最黑暗的时代 一百多个诸侯国相继沉默在历史长河中 熊熊战国照亮黑夜,长达五百多年 在这个时代,弱肉强食的准则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同时,百家思想也在这一时期争相出现 孔子、墨子、老子、鬼谷子相继出世 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法更是空前绝后的攀升 今天我们将跳进时间的长河 回顾春秋战国时期长达五百四十九年的乱世之争 在前七百七十年,中游王之子周平王迁都洛邑建立东周 正式拉开了春秋时代的帷幕 作为诸侯国的晋国和郑国因此受到周王室的重视 郑庄公在平定了包地书段的叛乱后 使郑国实力不断增强 然而,随着实力的增长 郑庄公逐渐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 甚至与其他国家一样 互派王子作为人质 进行交换以维持和睦 这一时期被称为周正交职 郑庄公的强大引起了其他诸侯的担忧 周焕王联合几个有矛盾的国家 共同出兵攻打郑庄公 在虚格之战中 郑国凭借余力之阵大败天子联军 周焕王本人也在战斗中受伤 尽管郑庄公事后向周焕王承认错误 但周天子的威严却大受损 郑庄公因重农兴伤 使得郑国在当时的诸侯中展露头角 被誉为小霸于诸侯 前686年 齐国爆发内乱 公子小白在外避难 幸免于管仲的射杀 抢先回国 继承了王位 被尊称为齐桓公 这也源于对承宇的一见之仇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齐桓公并未加害管仲 反而尊其为相继 当他登上国军之位后 齐桓公年轻且富有雄心壮志 为了报复成宇的一见之仇 率领军队入侵鲁国 然而 鲁庄公采取以义代劳的策略 又使齐军深入鲁境 在长韶战役中取得大胜 由此引发了载而衰 三而劫的典故 战败的齐桓公 随后遵循管仲的尊王阳仪战略 外援其他诸侯国 抵御怡荣的亲习 被要求诸侯国重新尊重天子 为自己的争霸之路垫顶基础 此后 齐桓公还协助魏国 在被斥敌灭国后重新复国 领导八国联军征讨楚国 迫使楚城王签署赵陵之盟 重新承认周朝的领导 由此 齐桓公的霸业达到巅峰 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位霸主 齐桓公病逝后 由于没有直系子嗣继位 因为权位的问题 齐国很快就陷入了内乱 这时的宋国宋湘公站了出来 他是一位秉持仁义的君主 因为受齐桓公生前委托 在齐国发生内乱后 他两次联合各诸侯国率军进入齐境 共同拥立齐孝公为继任者 此时的齐国 不但要面对联军的庞大压力 同时还要避免其他诸侯国的偷袭 不得不答应宋湘公的要求 从而确立了齐孝公的王位 宋湘公因此成为接替齐桓公的 新一代中原霸主 声名雀奇 然而 前638年 宋国与楚国为争夺中原霸权 而爆发了洪水之战 在这场战争中 宋湘公因坚守自己的人意 拒绝攻击正在渡河的储君 最终导致宋国惨败 而他自己也在战争中受到重伤 最终因重病而离世 可笑的是 宋湘公之所以能够称霸 主要原因也是因为 他所坚持的人意原则 这也使得他成为了春秋五霸中最受争议的一位 宋湘公去世后 作为老牌强国的晋国也陷入了内乱 在这个关键时刻 秦国的秦木公伸出了援手 协助新军晋文公成功登基 晋国得以重新稳定下来 这一系列变故使得春秋时期的政局更加错综复杂 霸业之争更是激烈一场 秦晋两国长期保持着战略伙伴的关系 晋文公登基后 他在被卢选将的领导下进行兵备 将晋国军力扩充至三军 这是当时只有天子才能拥有的六军兵力 晋国逐渐壮大 而楚国则为争夺中原霸权引发了成途之战 在这场战争中 晋文公兑现了当年流亡楚国时 所许下的退彼三社的承诺 晋军后撤避其锋芒 楚军乘胜追击 但最终在晋军的歼灭中 楚军溃败 随后晋文公与其宋等国组成建土联盟 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三任霸主 前630年 秦晋两国联合伐政 却因一起事件而引发裂痕 逐之五位夜袭正国 秦穆公对其表现感到不满 最终使得秦晋两国结盟破裂 秦军撤离 晋文公去世后 晋国的军力虽然未能建立五军制 但秦国的国力却日益强盛 剑升涂霸中原之志 然而 秦国东周之路受到晋国的阻挠 晋国未维护自身霸业 两国从战略合作的伙伴关系 转变成敌手 秦穆公多次东出与晋国争斗 虽然在实力上秦国还是压过晋国一头 但晋国仍旧顽强抵抗 眼看暂时无法拿晋国怎么样 秦穆公又将重心转向西部 他在战场上设下陷阱 成功诛杀了西荣的荣王 巡龙无首的十二个西荣部落 纷纷投降秦国 这一策略 使得秦穆公在西部开辟了千里疆土 不霸西荣 成为春秋时期的第四位霸主 但也有人认为秦穆公并没有真正称霸中原 不能算是春秋时期的霸主 随着秦穆公与晋香公的敌视 楚国在长期的争霸势力后 终于迎来了一位传奇人物 即楚庄王 楚庄王即位初期 楚国内部矛盾重重 他采取已经制动的策略 表面上沉迷于声色拳马 不过实际上在暗中观察局势 等待时机 直到公元前611年 楚地爆发饥荒 多地发生暴乱 见时机已经成熟 楚庄王亲率储君 一举平定叛乱 开始亲政 楚庄王拿回权位之后 楚国在他的照料下 重新站立了起来 一名惊人的他 又快速发起了对郑国的围剿战 在碧之战中 一鼓作气将前来增援的禁军一一击败 为他的春秋霸主地位殿下基础 他成为了春秋武霸中的第五位 然而 就当楚庄王病逝后 楚国压抑了这么久的内乱再次爆发 晋国在其野心 趁机出兵攻打齐国 齐警公不敌 被迫与晋国结盟 至此 楚国原本连续统一中原的计划 宣告破灭 公元前575年 禁军渡过黄河 公楚在燕陵之战中 俘获了楚国王子 并设下了楚公王的一只眼镜 此战之后 楚国对中原的争夺走向颓势 史称晋道公复霸 晋道公病逝后 齐国公然被中原联盟 再次与楚国通史交好 春秋争霸战争 再次由晋楚战争 转化为吴楚争霸战争 前515年 和驴在夜会上 派砖珠将剑 藏在渔腹之中 趁上菜之机 刺杀了吴王辽 史称专周刺王辽 和驴成为了新的吴王之后 广懒人才 以楚王旧臣 吴子虚为相 以西人孙武为将军 历经图治 吴国日益富强 但想要和楚国争夺霸主之位 吴国就必须先解除 在自己身后的威胁势力 因此 延续长达二十多年的吴越战争 正式开始 前506年 吴王和驴亲自挂帅 以孙武 吴子虚为大将 清全国三万水陆之师攻楚 一举歼灭二十万储君主力 攻克楚国都城影 而后吴王和驴的儿子夫叉又再次击败储君 迫使楚国不得不迁都自保 自此吴国归阵华夏 有人认为 吴王和驴应位列春秋五霸之一 但和驴却在后来征伐越国的战争中 因被斩落了脚趾而染病去世 吴王夫叉继位后 穆玛丽兵出动全部精卫部队 在福郊大败越军 占领了越国国都会计 最终越王勾剑为了维护越国 入吴国为臣 这才换取了吴国撤军的机会 卧薪尝胆也因此而来 越王勾剑回到越国后 趁着吴王夫叉北上参加黄石会盟 国内空虚的时机 越王果断带着残余的兵力攻入吴国 先斩杀吴国太子 在于利泽之战中大败吴军 吴国元气大伤 自此吴国短暂退出了诸侯争霸的舞台 越王勾剑成为了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任霸主 前476年 周元王继位标志着东周历史 正式踏入了战国时期 因为之前春秋时期长期争霸的原因 周朝境内的诸侯国大大减少 越王勾剑在成功灭掉吴国后 越国风靡一时 而楚国则趁机扩展领土 不断向似水一带延伸 反观老牌强国晋国 却还处于内部斗争激烈之中 最终也导致其霸业的复命 齐国原为康幸 在齐建功被杀后 朝政被田氏家族掌控 秦国由于大臣专权 数次更迭君主 导致国力日渐衰退 燕国相对较弱 位于北方 因地少民贫 一时难有作为 而剩余的宋国 郑国 鲁国 魏国等国 则夹在强国之间 沦为争霸战争中的陪跑国家 这使得列国的形势 再次发生了变化 前455年 晋国贵族智伯瑶 向赵家索要土地遭去后 联合韩康子 魏桓子 讨伐赵家 而赵襄子却反打一耙 不仅利用计谋 将智家负灭 并且成功说服了 韩康子和魏桓子 你我他三人 平分了智伯的领地 这一事件 导致了晋国开始出现分裂 赵 魏 韩三家三祖鼎立 被称为三晋 前375年 岳王诸沟 侍父篡位 越国陷入混乱 世军现象 使越国政局混乱 岳王勾建 开创的霸业 走向衰亡 与此同时 晋国的魏文侯 实行变法崛起 并借到攻占中山国 插下一颗钉子 使得到了 公元前403年 名义上存在的周天子 正是策封位 赵 韩三家为诸侯 三分晋国之地 从而战国时期形成了 楚国在南 赵国在北 齐国在东 秦国在西 韩国 魏国在中间 燕国在东北的七雄并力的格局 随后 魏国在李逵变法的推动下 由将领吴启 建立了一支精锐的重装步兵 被誉为魏武族 并与韩国 赵国 结成了三晋同盟 成为最先崛起的国家 然而 好景不长 到了前386年 魏武侯因听信谗言怀疑吴启 导致两人关系破裂 吴启投奔楚国 楚道王任命吴启为另引 实施了变法 使楚国国力逐渐壮大 与此同时 齐国姓氏由江氏被田齐所替代 历史称之为田氏戴齐 失去吴启的魏国 因操纵赵国政局 而攻打邯郸 导致魏照关系破裂 在赵敬侯企图进入中原战事时 魏国与赵国再次爆发冲突 三进联盟解体 魏国因此失去了一统天下的机会 但随着楚国实力的增强 三进被迫再度合作 将禁进攻废除 正式宣告禁国灭亡 然而 刚刚崛起的楚国 由于楚道王的失势 吴启被救贵族所杀 最终导致变法失败 列国的形势再度发生变化 前373年 齐桓公创建了纪夏学宫 吸纳天下贤士 这时的孙并因遭到旁圈的陷害 被迫逃离魏国 后被齐国的纪夏学院吸引而去 齐国逐渐崛起 但齐桓公因汇集集一 不听贬阙三次劝告 最终在霸业魏建成之际便病逝 前361年 秦孝公有样学样下令昭贤 商样由魏国入秦 通过与群儒的辩论 确立了慕为信的政策 两次变法后 使秦国的国力大幅增强 韩国的韩朝侯也学着任用生不害 进行变法 使韩国的国力达到巅峰 各诸侯国之间相互内卷提升 战国争霸将演变得更加激烈 前353年 齐国和魏国的争霸格局 发生了显著变化 首先 齐魏王在接受秦国的传教后 声坛悔过 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 使齐国再度崛起 接着 通过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 孙斌两次击败旁娟 严重损害了魏国的元气 使得齐国开始在东方称霸 前338年 秦国发生内乱 秦惠文王车列上样 燕后文公采纳苏秦的合纵之策 与赵 韩 魏 齐 楚五国组成合纵联盟 共同对抗秦国 同时 楚国在大败越王无疆后 国势达到巅峰 与先后崛起的齐 秦 并列为三大强谷 到了前318年 魏 韩 赵 楚 燕五国联合起义 攻打秦国 五国同盟固然强大 但没曾想 秦国的实力更加令人窒息 魏国由于伤亡过大 率先提出和平 而在五国撤退时 秦军乘胜追击 成功击败韩赵联军 合纵联盟遭到失败 为了进一步瓦解齐楚联盟 秦惠文王派张仪欺骗楚怀王 以割让六百里土地为条件 成功断绝楚国与齐国的关系 随后 秦国在蓝田之战中大破储君 使楚国元气大商 由盛转衰 再次改变列国的局势 前311年 燕昭王拜郭伟为师 外用苏秦 内用越义 使燕国逐渐强盛 同时 赵武林王推行胡服骑设 使赵国崛起 成为战国时期后期 足以与秦国相抗衡的强国 在中原各国纷纷崛起的同时 楚怀王不顾屈原的反对 与秦国在皇级结盟 为韩两国 借楚国背叛合纵盟约之名 联合攻打楚国 楚国为了获得秦国援军 不得不以太子作为人质 然而 这位楚国太子 在秦国因打架 把别人给打死后 还偷偷跑回了楚国 这个事件 让秦楚两国的关系 直接破裂 前353年 楚怀王为了摆脱困境 再次与秦国进行联盟 然而 却遭到秦国的绑架 由于楚国拒绝支付赎金 被迫推举太子襄王继位 秦朝襄王 因未能从楚怀王手中 索要土地 发动了对楚国的攻击 斩首5万敌军 夺取15座城池 导致楚国元气大伤 前299年 赵武陵王将王位传给赵惠文王 但因政权的交接 而遭受沙丘之乱 最终饿死在沙丘宫中 使赵国失去了称霸的机会 前284年 燕昭王派遣越谊率军联合秦 燕 魏 赵 韩武国攻打齐国 齐国不仅丢掉了70多个成义 还遭到安平军填单的反剑计 和火牛阵的打击 齐国元气大伤 无力再与秦国匹敌 前260年 赵国重计使用赵阔替代老将连坡 导致秦江白起断绝了赵军的军粮 长平之战中 赵军精锐40余万群军覆没 赵国元气大伤 同年在邯郸保卫战中 尽管魏国信陵军魏武际 以8万精兵击溃秦国 但损失了大量兵力的赵国 再也无法与秦国抗衡 前256年 中南王密谋组成合纵联盟攻打秦国 却遭到秦将盟傲的猛烈反击 魏武际再次召集五国联军 但最终再次成为了秦国的手下败将 秦国再次利用反剑计 迫使魏安黎王 罢免姓明军 夺取魏国二十座城池 使魏国岌岌可危 前230年 秦祥内使腾攻韩国 韩王安投降 韩国灭亡 赵国发生杀丘之乱 赵幽穆王被杀 秦将王俭大败赵军 赵国灭亡 秦王正亲至邯郸 杀死了自有仇敌的赵国君主 前227年 荆轲刺杀秦王失败 标志着六国对抗秦国的最后一次抵抗 接下来 秦国分别攻灭魏 楚 燕等国 至公元前221年 最后的秦国也为秦国所灭 至此 秦王嬴政成为了这场500多年争霸的最后赢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